您現在收看的是產業先鋒隊 大家好我是宇凡隊長 歡迎收看我們產業先鋒隊 今天是10月23號禮拜一 台灣股市今天早上開盤出來 不是很好 當然禮拜五的美國股市 也不是那麼理想 大家都在想說現在的變數到底是什麼 是以巴這個所謂的衝突是不是有可能會擴大 甚至大家也在談論說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個股市 那因為有很多的變數存在 所以呢是不是現在這個成交量縮 也是一個法人縮手的一個主因 就是我們在看 前一陣子的AI 這麼大跌以後呢今天開始直穩了 但是呢今天從台積電的身上我們又看到 台積電整個把指數拉下來了 我看一下 台積電最多的時候今天跌到553 現在545塊 那麼所以呢 跟我今天在盤中錄影的時候差不多價位好不好 今天盤中有直播所以呢 如果我詢問過我們的觀眾朋友說 台積電今天收盤大概 會是什麼樣 會跌嗎 還是會收在平盤 還是大概跌多少錢 大家已經在這個盤中直播聊天室已經留下記錄了 大家在推測今天台積電到底收盤收怎麼樣 不過就目前我在錄影的時間點 台積電是跌12塊 我們看到的大盤指數呢目前跌了148點 那跌148點當然以這個跌幅來講的話 我們看到這個很多的中小型股在這個盤勢的跌幅當中 好像不太受影響 這是屬於中小型股 尤其在貴買的部分呢 還是仍舊非常強勁 然後呢我們再觀察一下 到底今天是在漲什麼東東 漲什麼意思的呢 板卡不受影響是吧 那板卡的消息呢 這個今天早上新聞就已經在播了 就說 板卡好像不受這個AI這個晶片的這個管制的影響 所以板卡的股票包括像立台 漢遜 清雲 這些股票 都是往上漲的 甚至供上的漲停板 然後呢 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大家在談一個就是 最近在短線上的題材性 題材性很重要 而且呢我們也發現了一件事情 以前的高價位股漲到高點以後呢 它是不是還有這個能力續漲 那麼續漲 代表一件事情就是 籌碼上面呢 就是變成它是形成一個熱門效應 熱門效應就是短線的 資金進去 讓它持續的這不斷的往上攻 這不斷往上攻的過程裡面 還有大部分籌碼是來自於 當充 好不好 那這個量 量在滾的時候不斷往上攻 好了那漲多的股票在休息的過程裡面 甚至那種已經什麼 被 注意 在 警示 警示以後呢 然後分盤交易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誰啊 系統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在分盤的系統 今天的這個 今天股價好穩喔 等一下它在高檔 高檔啊 股價還很穩定 雖然是這個關起來關緊閉了 但是呢 股價仍就在高檔 還是非常的穩定 我得先說 我今天在關緊閉的過程 我在分盤的過程 其實要賣 這個買進賣出是比較困難的 因為限制比較多 所以呢今天的穩定呢 反而來自於這個大盤的弱勢 它看起來 是相當的穩定 我們再回到聯電的本身去看 聯電你說不說穩定嗎 我覺得在這種盤式裡面 它相當的穩 尤其是 我在 過去一直跟大家談 我說其實 投信 投信跟外資呢 最近呢都是在這個 聯電身上 持續的在做加碼 大家可以發現這個外資 還有包括像融資 融資最近也非常的捧場 在買聯電 好了 大型股票 1250億的聯電 跟我們剛才所看到的 台積電叫2593億的台積電 如果法人沒有去買 台積電 都在賣台積電 那台積電就會長這個樣子 好吧 就是這樣 那麼台積電是外資的提款機 這個大家都知道了 那好 那今天台積電弱勢 明天會不會持續弱勢 大家對心理想 但我們來看一下台積電法說會以後 他的表現 然後我先看一下這觀察的重點是 曾經來到556今天立刻拉回 但是 先講 在季線附近有沒有機會站穩 這是一個重點 所以今天收盤到明天 整個台積電會主導整個大盤的走勢 好 如果我不去看台積電 也不要去看大盤的走勢的話 那我們究竟可以觀察什麼 今天在盤面上 我們發現重點是 那些所謂的中價位的 低價位的股票 特別受到市場的侵賴 而今天整體的成交量 到目前為止 看起來大約也就是2000億的水準 2000億各位2000到2100億的水準 那這樣的量能 是不是過小 對 這樣的量能代表什麼意思就是 我買盤沒那麼積極 可是你說買盤沒那麼積極 為什麼這些所謂的中小型的這些股票 活蹦亂跳 尤其是之前我們在打下來這些股票 今天我看到某些機殼的股票表現也不錯 有關於AI概念股 究竟有沒有機會 來我們先看幾個重點 首先先來看那個 跌破百元以後的 偽創 偽創今天曾經 開盤的時候 它是往下開的 最低來到90塊6 來90塊6在哪個位置呢 先看 之前的低點在87塊7 那一次直接灌下來 就出現一個低點了 所以我們最近 所觀察的是 它會跌破 前低嗎 所謂的前低就是87塊7這個位置 連續三天都沒有跌破 而且 我發現一件事情 這股票呢 現在呢雖然有震盪 可是慢慢有在 墊高 好了 那你說偽創在這個階段 如果持有的人 是不是 應該 在這把他賣掉 為什麼要賣 等一下 偽創跌很深了 對吧 沒有問題 偽創跌很深了 最近外資對偽創的看法 還蠻正面的 如果是 你現在有偽創的話 你不管買在哪個點 我都認為稍微要續報一下 來觀察一下 畢竟今天大盤跌了150點 這一類的股票 居然還 妥妥的穩穩的站在這上面 所以代表什麼意思 我籌碼沒有這麼亂 我恐慌性沒這麼大了 我股價跌很多了 好吧 那我先講股價跌很多 股價跌升了 他就是利多 股價漲多了 他就是利空 好那簡單的來講 整個大盤的這個 整個局勢 大家心理層面 對現在操作的難度 大家都打了很多的問號 就是說 這大盤怎麼搞的 我到底 該往哪些方向去進行 那好 今天給大家看 我今天在盤中直播的時候 也有跟大家講了 我說如果現在從10月份來觀察的話 今天是10月23號了 然後他已經接近了 所謂的10月份的 這個所謂的下旬要接近月底了 然後開始陸續就要發佈 所謂的第3季的財報 這是我過去一直跟大家談的 那發佈到底有什麼好處呢 好處就是讓我們很容易理解 這家公司他目前股價 他現在的位置 他現在的位階 跟他的獲利能力 他能不能成為一個 正比的正相關 也就是說 我真的獲利很不錯 所以我股價值得 如果我獲利很差 但是一直在靠著題材在吵 除非怎麼樣 除非有第4季有非常好的表現 甚至明年有非常好的這個前景 那麼股價還可以維持在這個地方 所謂股價的維持 大家記得一個關鍵 我們現在要講的是第3季的財報發佈了 所以意思就是前3季都明白了 那明白的情況之下呢 那麼第4季是不是最後 是明年看到吧 所以 跟今年的作賬行情一點關係都沒有 沒有關聯性 所以第4季的財報是明年才看得到 所以今年要看作賬行情 最後的季底作賬行情 我認為投信現在比較積極的 去轉向中小型股 偏中小型股操作 你看到之前在操作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看到投信在買什麼呢 廣達偉創這一類的 股票 他們的股本呢 你說兩三百億 說大不大 說小也不小 所以雖然我們跟台積電比起來 這股本好像沒那麼大 可是呢你跟那些10億 20億的那些股本的公司來比較 他的股本也偏大 對吧 所以現在目前如果他的股本在50億以內的 20億以內的 這些所謂的中小型股 有投信積極在介入的 大大概 八九不離十 都是要做祭底作上 祭底還很久啊 對啊祭底還很久啊 所以我們要明白一件事情啊 今年到祭底我們到底有哪些題材可以拿來用 好 第一件事我們回到整體盤面的重心 我們講到選舉現在很膠著 好嗎那麼膠著的情況就是 什麼叫做藍白盒啊 我現在看不太懂 這個到底要怎麼個盒 誰要當正的誰要當負的 如果就執政黨來講的話 最好是你們再繼續 繼續討論 那如果我繼續執政的話 原則上我的政策可以再持續推動下去 對吧 那好我們先想一下 執政黨政策是什麼呢 政策概念股到底是什麼 那麼還是三個方向 一我再講的就是生計 二就是講的有關於 能源 那麼能源包括了像這個電力啦 儲能啊 這一些都叫能源 對吧沒有錯 那第三個會是什麼呢 這我們過去講的 軍工國防 那麼看起來軍工國防短線上 他沒什麼 沒什麼力道談起來 因為現在目前的成交量是量縮的 所以呢 短線上你會看到 今天比較浮起來是什麼 在 不管在生計也罷 不管在所謂的能源也罷 我們看到幾檔股票 這是我必須要跟大家談的 首先我先來先跟大家談一檔股票 這個是我們過去有曾經談過的 我說今天早上盤中我還在講這件事情 你看看 來各位來看一下 他叫華城 來注意看 這邊多少 324 再看一下股本 26億 對吧 中小型股 的華城 最高來到324 短線低點打到哪裡 打到231塊半 反彈到308 再壓回來低點在什麼地方 253.5 所以也就是說短線其實來到的低點 現在都沒有回撤 對吧 好 那第一個 他是不是站在季線上 對沒有錯 那很強 我現在跟大家講很強 好了 然後我們再來看 今天他是稍微帶了一點量能還是往上攻 大盤現在跌150點 對吧 那我來想一下 你的股價現在位置在哪裡 279 你知道279大概什麼概念 我隨便抓一檔AI概念股來跟大家比較比較好了 廣大盤 高點在這 282 282 282 AI概念股 修正回來到哪裡 今天 203 廣大的股價 還沒有華城高 所以 AI不一定有 重電這些股票的股價高 奇怪我們這是搞不太懂 其實看起來華城很像電子股 真的很像 好吧 股價可以這個這麼高 那好 華城的高股價到底什麼來支撐的 我們就講過 我們台灣是很很妙的 就像所有的政府都一樣 我們在選舉前 我們要開出支票 所以我在執政以後我當選以後我是不是要執行我這些支票 就是說支票的內容我兌現 我們台灣再生能源要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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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台電要鈦換什麼樣的舊的設備 因為不斷的在跳電 好然後鈦換設備 所以呢我們這預算丟出來以後呢 你看到預算是要消化的 對吧 我這邊要做強刃電網計劃 所以我丟了很多標案出來 那麼讓大家去標標了以後得標以後廠商你這次得標多少你是什麼樣子什麼樣東西的得標內容 所以現在累計累計下來的每一家 在台灣的不管你做重電的不管做電線電纜的 在今年的台電強任電網計劃裡面 大家都什麼雨露均沾大家都拿到標案了看是看誰累積的多好不好 那重點就看你在做什麼了 如果以重電來講的話 我們首先先看到華城的本身 大家來想一件事情 既然叫政策的推動 既然叫做預算的執行 既然有標案得標的廠商 那麼他未來就開始要陸續的怎麼樣 要交出他的東西把交貨交出去 然後呢開始任列 收入 對吧 好吧 那簡單來講的話 這是台灣 所以我們沒有算到國外 什麼意思呢 我們再把國外算進去 好不好 難道只有台灣有電力的問題嗎 美國也有啊 所以美國 我跟你講美國預算更大了 那麼所有的重電業者 如果今天我們要賣到美國 那算外銷了 那 台灣人的外銷能夠提的出來做重電的 到底有誰啊 我跟你講就前面兩個人拿出來講就好了 其他的 比例就比較少了 華城 重電外銷第一名 好不好 第一名 第二名誰 中興電 中興電 好 重電外銷第二名 好 那麼中興電跟華城 本身在手訂單就很多了 我過去有形容過 中興電如果沒有雲駕 那個雲爆 雲爆假車的這個弊案 那麼他本身上半年的獲利沒有被打掉 他今天的股價不會是這樣 好不好 今天股價居然跌到100塊以下 然後呢 站起來 好 那我們就心裡講一件事情 你在手訂單還有300億以上 你是不是要開始陸續交貨 而且你今天早上很妙的 我們的觀眾朋友呢 在盤中直播問我一個問題 說中興電他有沒有可能因為過去的這個案子呢 導致他的政府標案他未來沒有辦法去執行 政府不讓他去標案子不可能 這是兩回事 好不好 就跟大家講兩回事 而且 在手訂單會不會被取消 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好不好 好的 所以就發現一件事情了 你去看喔 我們大家看喔 我把獲利在上半年的都還回去了 那麼還回去以後 我等於重新再來 那如此一來 當華城的股價的開始 持續還在高檔 我們就發現 中興電好像具有投資價值 為什麼這樣講 以中長線來講的話 你知道差別差在什麼地方 第一 我把上半年的獲利補回去以後 我基本上就從頭再來 那麼從頭再來 最有可能性在發展是在明年 對吧 沒有錯 第二件事 他的股本是50億 剛才有看到華城的股本 大家可以看到 將近是一倍以上 將近是一倍啦 差不多一倍 因為華城股本是26億 所以華城的股本更小 所以呢 今天如果籌碼穩定的情況之下 他比較好供 華城會比較好供 所以華城的股價在高檔在整理 對吧 那麼好呢 中興電是不是擺明在相對低檔 他擺明在相對低檔 不可以說 隊長我們看那個好像第幾集 第四集是吧 你在講中興電說股價才幾十塊啊 那不能這樣子比較好 當時的那個所謂的 當時法院還沒有宣判嘛 在這邊要把多少錢還回去 好 那麼 短線上 這檔股票 打到低點之後 我認為大概就在100塊以下 是一個中長線 可以投資 的點 好為什麼這樣講 中興電本身他有他的內容 我們過去有形容過 他大概做些什麼 你都有看過 等一下如果有資料檔案可以讓大家再看一下 可是我覺得那不是重點 不是重點是什麼呢 重點是你在這個逆勢 逆勢盤裡面 你要找到穩定的股票 第一個他不能再下跌了 不能拉回太嚴重 他可以震盪 但是呢不能夠持續的重挫 那我現在問大家一件事情 今天會拉回比較嚴重的股票 是不是之前漲的都比較多的股票 我漲多了會變什麼 會變利空 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要跟大家談 我現在短線上 我可能會有利空襲來 我先講一個利空 實際的利空 比如說我的未來營收 我是屬於什麼樣的供應鏈 我的營收狀況可能很不好 我可能要下修 然後呢 我的股價先反應完了 這種利空打來如果再不跌的話 叫做利空出境 還有一種就是不斷的釋放利多 然後他也不會漲的叫利多出境 好不好 相對應的我們要去解讀利多跟利空 所以在第四季我們會很忙碌 忙碌什麼呢 我要選 我要選舉前 我要掌握那種選舉的行情 那我們就要思考 到底什麼是政策概念 剛才已經跟大家形容過了 如果你有 剛才我講的這三種概念 在這裡面的話 理論上你是該續報的 有關於生計 有關於 有關於能源 有關於軍工 有這三種成分在裡面的 你是可以續報的 因為 它有一個政策性的保護 好了 再過來呢 大家就要研究說 那麼有些公司我們可以注意 到底要注意一些什麼 這個叫做電影投控 來我請大家注意看一下電影投控是不是今年的標股市 好再問一下 請問電影投控漲到今年他107塊 他算不算漲得夠多 夠多吧 你說 長得不夠多 那我請問你他要漲到哪裡去 從30幾塊 漲到107 夠多吧 好 他叫定影 那為什麼叫投控 好很多公司叫投控 好不好 這是投控 他們是轉型到投控 他跟什麼有關 他跟PCB有關 所以今年出現了這些所謂的標股 很多的產業裡面都出現了標股 好了 他們能夠繼續再標嗎 我先告訴大家 第一 第一個理論是 這些標股都是已經成為什麼 當衝熱門標的 他已經無關乎他的獲利 因為他的獲利 都已經反映在股價了 好不好 我先講這件事情 都已經反映在股價了 我們要思考的是 未來有沒有可能會出現 類似的東西 好現在 我再找一個 我們再找一個類似投控的 好 生貿不是投控嗎 隊長 但生貿以後可能會變成 生貿投控 是吧 是喔 你去看那個新聞 生貿要轉型 轉型成生貿投控 他把他海外的公司 陸續要在海外 掛牌上市 好 但生貿他本身做的 業務內容 大家很理解嗎 做息 息制品 息高 低溫息高 這個跟再生能源 有相關的 我們講到ESG 未來 大家都要節能 減碳 然後在這個減少碳排的情況之下 你所要運用的這些材料都要符合 好了 那現在重點在哪裡 我們先講兩塊好了 一個就是剛剛講的一個 所謂的 未來 所謂的綠能 產業 很多企業要運用到這些環保的這個材料 好 那第一個 他是上游的材料 沒有問題 他做息 息相關的 有關於息高 那我們想要息高 因為想到過去的 我們在談所謂的NB 我們在談的伺服器裡面 都要運用到相關的東西 那另外呢 還有運用到什麼地方呢 低軌道衛星也有運用到 還有一個什麼重點 還有一個就是 充電樁也要用到 好吧 那我現在來思考一個關鍵點 你知道嗎 生貿我過去有沒有拿這個資料給大家看 我先找一下檔案 好先找一下檔案 生貿這個檔案 我們當初 當初有跟大家報告過說 為什麼要注意去生貿 來大家請看一下 大概在這裡 這是全球第三大習制品的製造商 這個大家都知道了 這個 輝達的認證 這個也知道了 所以 他在這個習制品的應用在AI伺服器的製造流程上面 來 廣達是生貿旗下席高的第一大客戶 對吧 生貿對他的這個滲透率是達到50%以上 然後呢 我們看還有包括誰呢 還有包括英業達 偉創 光寶科 人寶 神達 台達電 這些都是在他的客戶名單 所以呢現在重點來了 如果你說AI的未來長期性發展很好的話 那我們就看看他主要的客戶 那好像是沒問題 對吧 台達電 台達電跟AI有關聯性嗎 台達電 等一下 台達電的重點是 台達電是個非常主要的客戶 所以這樣子 我先跟大家講一個重點 就是 我一直提的就是 未來這種低溫席高 他因為可以減低 減低 碳排放 40% 所以你看呢 不管我們在所謂談環保談 ESG SIG 都很重要 所以呢 這些大廠 過去都是在認證階段 我想都是在認證 送給你認證 然後看認證通過以後 我們要運用 所以要運用的時候呢 就很簡單 一旦通過認證 我要採用 通常這不太會換 不太會換為什麼呢 很簡單 這種上流的原物料你要換 它的風險性很大 所以它就會形成一個效應了 剛才有形容過一件事情 如果我們再看 它現在 要轉型 它要變成控股 那我們就心理想 這是一個題材 那既然是一個題材的話 今年呢 其實如果以上半年營收的狀況 我覺得上半年不是很理想的 只是越走大概會越好 所以先看股價的位階 來大家看到了 來 我們先找重點 重點在哪裡 第一 股本大不大 13.4億 股本不大 中小型股 好了 13.4億 先看喔 短線上呢 它來到67塊3做拉回 拉回在58塊7指紋以後 今天宣布它可能 它不是可能 它就是要轉型 往控股公司來發展 好了 那就是未來啦 未來它就是 深茂後面加控股 好吧 未來它深茂後面加控股 好 先看 之前的高點 我們來看喔 因為過去呢 曾經大漲過 來 高點在什麼地方 高點在80塊4 各位 我再把圖形縮小一點 好 這碰到哪裡 碰到季線反壓 對吧 今天上來碰到季線反壓 這一檔股票如果能夠站上季線 然後來這邊進行突破的話 它必須要帶著量能 今天大盤整體成交量說 今天它雖然微幅放量 但是呢這個量能 前方的這個反壓區大概有8000多張的量 今天量 明顯不足 好不好 所以它只能碰到一半 一半大概就在季線這個位置 如果站上季線之後我覺得這股票呢未來 它的這個 後世是值得期待的 所以 大家來思考一件事情 最近的法人 在那邊調東調西 投信也是在那邊 忙著換股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去思考的關鍵是找中小型 未來有題材 有機會 供應鏈強大的股票 如果我回頭再去看 一家公司 它所對應的客戶 我們先找出來看 剛才行動過我要現在找客戶了 好現在找客戶 你這個客戶要沒有問題啊 那我們用台灣的客戶來選擇的話 第一個 你來看喔 回答好吧回答認證了對不對 好那我現在重點是在於 我的客戶到底有誰 廣達 有沒有疑問沒有疑問 雖然廣達股價現在在拉回 好吧 我們再來看 音樂達偉創光寶科 仁寶神達台達電 這裡面的客戶到底誰有比較大疑慮 看起來都沒有太大疑慮 為什麼 股價都修正過 是不是這樣 對的 所以呢我今天要必須談一件事情就是說 如果我們能夠理解所謂供應鏈的關係 那這樣供應鏈的關係你會很理解說這個公司如果好 這個公司走向什麼領域 那麼 相對應 我是他上游的材料的供應商的話 那麼我沒有道理不好 好吧 這就是我現在的重點 所以我們開始要尋找在第四季 容易發揮題材的這些 這些公司 我短線上我常常看到一個情況就是 大家仿佛是 我今天我看到強勢的股票可能我明天我不一定會強勢 就是說短線資金跑得太快 你會無所適從甚至 你真正找到強勢的股票 但是不小心被你賣掉 他那個籌碼是很穩定的 結果呢 你看大家都是漲一天跌一天 我今天漲明天我把它出掉 出掉以後繼續漲 繼續漲 好了 那現在重點是 繼續漲還要不要追 這是困難點在這個地方 那標股的形態是怎麼樣 我已經成型了 我就為什麼震盪還會區間 就繼續往上走 震盪完往上 震盪完往上走 所以呢 理論上是這樣 操作難度他是 開始提高 但是呢 他的獲利空間也開始出現了 為什麼這樣講 你去看啊 我今天早上形容過 我在盤通直播我在講 我說 你不要看這個偽創這樣子 說大家 會不會進去當衝 我覺得會進去當衝 因為之前我在上禮拜看 偽創他的這個當衝比還 高達六成以上 所以六成以上 以今天的估大概六萬張成交章的話 那麼 大概有好幾萬張 的當衝量 我先講當衝量 所以大盤現在比較 比較可惜的是 我們所看到兩千億 兩千億裡面 還有很多是當衝的 如果大家不做當衝 那我們的成交量更少 好吧 所以呢 如果這樣看起來的話 很多股票呢 在今天是很穩定的 但是我回到台積電的身上我去看 我會發現 有一件事情呢 就是 台積電的本身啊 大家常在想啊 為什麼說 一個護國神山 就是 短線上 突然上去以後 法說會上去以後 怎麼突然又弱勢下來了 這個你真的沒有辦法去怪台積電的 我現在跟大家說 因為其實上禮拜五 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們在上禮拜五的時候 外資啊 他買了很多 好不好 他買多少張呢 他買了一萬七千多張 我們的投信雖然小買一千兩百 六十七張 但是我們的投信怎麼樣 我們的投信呢 近期都有在 捧場台積電 但是重點會來自於外資 好現在跟大家講 所以呢 剛才我們提到了 股市的風險在於什麼地方 在於我不太 我不太確定 未來會發生什麼事 什麼事 戰爭是個最不容易確定的事 因為我們根本完全不知道 尾巴衝突在後續 他會有什麼樣發展 不知道不知道 那另外呢 我形容過一件事情 FED的升息 現在其實對我們來講 已經不太重要了 因為 我們在等待的是降息 而不是說 我現在是不是到年底 我不再升息了 我們還確定說 那你到底什麼時候 可能會降息啊 看不出來 哈 那看不出來 那代表怎麼樣 我現在 跟大家講 我說 新台幣 短期之內要去強升 的機率不太大 那既然如此的話 我們走到第四季 我們來思考 前面 前面的第三季 我們的匯率 是貶的 所以大家 會帶給很多公司呢 帶來什麼 匯兌收益 所以我們來到第四季 難道新台幣還會在貶嗎 再繼續貶嗎 然後再貶破嗎 那我要告訴大家 貶值態勢 是存在的 但是你要說他貶得非常 嚴重 我覺得 也看不出來 所以呢 雖然維持貶值的態勢 但是呢 不會像第三季 這麼誇張 好啦就是現在重點是 好吧 那如此一來的話 我們在第四季的操作 到目前為止 今天禮拜一 才禮拜一 我們就看到大盤是這個局面 然後大家先看一下 大盤現在跌150點 我剛剛講 講了差不多 快30分鐘 對吧 講了快30分鐘 大概沒什麼變化 就是跌 那你就看 你回來看台積電 大概是這樣子 他沒有要往上拉 好就是穩在這個地方 先跌個12塊 在這個地方把指數先帶下來 但是呢 中小型股 你去看喔 前面的中小型股 我先講一個重點 給大家聽喔 你現在所看到的漲停不代表 他有實質的獲利 我現在跟大家說 不代表他有實質的獲利 過去你所看到的光通訊的 這一些所謂的 矽光子 CPU概念股 也不代表他有實質的獲利 股價就可以維持這麼高 當他面臨修正的時候 必然會是什麼 看到某一個數據 我現在股價拉很高 我雖然未來很好的前景 但是我先已經反映了我的股價 對沒有錯 但我看到我的獲利面 拿出來的時候 我還有很多股票 都比你好 我獲利都比你強 但股價都比你低很多 這就出現比價效應 所以在這個第四季 目前我們在操作方面 大家稍微謹慎一下 而且真的要去找那種 獲利能力的股票 這是我目前要提供給大家的 一個意見的參考 如果您對這個所謂的盤勢 不是很理解 說我這個到底該怎麼辦 持股 可不可以續報 歡迎大家 加入我們的LINE的好友 掃描QR Code 加入LINE好友 把你的股票問題 放在我們的LINE裡面 我來幫你看 感謝大家收看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加證券 無不當真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